这个东西很好用 大家看看 弄烂了个洞 这里住了一年多一点 希望这一家人都可以像我们那样住得这么高兴 清洁大行动 淋浏给人家之前 最重要的是外国人很流行 就算新屋也好 租客也好 一定要人家怎么给你 你怎么给回 我曾经有几个朋友修屋 他修屋的状况都OK的 很干净的 不像一地垃圾 我们都要俗一些清洁给别人 不要这么吵架 不要周地塵 东西扔到七八租 我今天会清洁焗爐 焗爐是不常用的 最初来 新市压三个香 经常买东西回来焗的 近这半年 我想都没有开过两次 其实你看很新鲜 我们连这块膜 都还没剁 真的很少用 打开 不过都有少少积 可能内部没用 我刚刚都焗完 最后一个披萨吃了 我清洁 这个是第一步 可以先做的 因为其他的清洁 是搬完才去清洁 这些可以清洁 又不用 现在呢 我们这个东西很好用 洗爐 很好 一噴下去 它本身可能有些 煲 有些粒 它都可以起到的 那这样噴下去 加一阵 抹回去 不过一定要戴手套 它很简性很简性的 噴一层 接着加一阵 你又抹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些呢 喂 你不要闻到啊 那这些呢 那些架 都可以 噴完呢 不要搅它 放它在这里 那转头呢 再清洁 那就可以了 搞定了 15分钟都没有 我噴完下去呢 等了10分钟 接着就再抹 现在整个爐 干净了 可能面子那些呢 到时候淋走再抹 因为你可能用多 3个星期 一定会脏的了 打大佬啊 我觉得整间屋 最难收拾就是这些东西了 当初搬上去都很难 是啊 你不跌它 一个下来搬 都很难的 所以那时候呢 说这里难了 那我就打算放弃 不要去学 但是想着想 都不好了 整个搬走 因为它本身不是很稳定的 是啊 即现在它是有重量的 幸好我们呢 请了个专家 请了个专家来帮我们收拾 嗯 专家 我 是我 是啊 那现在我们就 你走后点 我怕摘下来摘下来 摘下来 你看看它怎么想 是啊 Hailey 你不如走开一点 你放水床呢 我也不知道放在哪 可以 放在哪 随便 你也想一下 所以那时候香港呢 我的工人很厉害 它会移开去抹的 它会移开去抹的 知不知道 它可以一次都不摔了 帮它平衡一点 不要向后分 哇 好厉害啊 先把下巴捅住 放手 好厉害啊 不摔是真是很难的 还打算它会摔倒 是啊 那时候船运来呢 烂了 那这些胶 是 但无所谓 我觉得烂了也照用回 嗯 照用吧 我们不要搞那么多了 真的漂亮的 那到时 很有趣的 可以想一下一个位置 给我的房 好了 我们现在拆东西了 成功 大成功 今天呢 差不多了 我们搬屋 成交前一个礼拜 那 做好一点点 那有些薯片都帮我们收拾 不过这个 收拾完这次之后呢 应该就不会收拾了 因为我们又要收拾屋 清 帮它清一清 先前有些蜘蛛网啊 有些婆公英呢 上过两个礼拜很多 加上这些蜘蛛网 就变成了好似很吵架 那我刚才忍不住 都噴一噴 一噴一噴 一噴 吸一下蜘蛛网啊 这棵花也是 要带上去走的 那上次不小心啦 那个可能 噴窗呢 用了洗 就是洗 洗车的那些 还没清 噴了下去 刮跪了 一会就要扔上去啦 那边就要扔上去啦 那边就要扔乾淨了 那边 那再沖一沖啊 Toffee的厕所啦 这个 我们搬之前呢 会搬走 这个都会清一清潔 对啦 那我们现在 就 收拾一下树叶先啦 刚才我扔了的啦 那 那 这些树叶很可怕的 哎 Toffee 给下手 业主的 那 那就没办法啦 接近这两三个星期呢 Toffee呢 真的很恐怖啊 大家看 弄烂了个洞啊 那今天要把一张椅呢 扔掉了 好歹呢 这辆车呢 都打算放不下的 都可以放得下 那是啦 现在要出发呢 就去扔掉那些傢俬啊 扔掉那些 清潔那些不要的东西啦 那 那还有 我想三天啦 就要搬了 那 那 那 家里的组织的东西呢 都搬得七七八八 过车房啦 自己 平时 堆了 都没什么怎么收拾啊 那 那我不想交给人 哎呀 我都是那种性格 骷髒啊 那刚才呢 把心一环 都收拾过了 吸了尘 有蜘蛛网的那些 都清掉了 那 用这个吸尘机 先前买的 那 有一些板 白楼花袋 砖啊 油啊 就放回这里啦 那 旁边的盒子 因为是要 射清楚 究竟呢 才能放入 我照常放回这里 那 的 我们也不搬走 那 吸光了 味道一百百分百的 因为始终是木啊 那 不可以用水抹 那我都吸了 吸光了 就是 这里 完成了 裏面的東西我搬上房梯就完成了 可能我都會 臨走前吸一吸車 洗完車才過去 可能花園我都會到時再沖一沖 距離我們搬屋 搬個新屋 還有兩三天 剛才和YM都沒有手拍 已經搬了Hailey這個 有這麼高的一個玩具櫃 這個衣櫃我都不搬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做個新櫃給Hailey 拿回下一手 就算搬我和YM都不夠力 現在打大佬 這床床已經砌了幾個小時 YM說不如搬去客房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這床床位都差不多四百磅 而且還很新淨 沒有花沒有崩 保持得很好 現在要拆了 所以我們搬完這床床 其實搬完這床床 就是終極大佬 其他人都沒有什麼大的搬 我想不用了 拆就難了 拆很容易 20分鐘就完成了 那些東西搬完了 今天最遲接走一件貨 好 就是Toffee Toffee 我們現在回來 新屋清潔完 就回到這裏 接它過去 因為始終都要擦乾淨 地 怎樣 Hailey 你有沒有捨不得這床床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是 這裏住了一年多少少 有沒有感情 少少 有沒有捨不得 沒有 因為這個新屋 我覺得會 像這樣大些 房子大些 都沒有 嗯 都是差不多 你呢 你先說 嗯 都會有感情 因為 都會想起 我們始終是 我們 第一間房子 英國 我們當時 真的 排除晚難 真的 都花了很多心思 在這間房子 其實我們都住得 很舒服 我覺得 都挺開心的 住得 就是 好像 怎樣說呢 當真的 就算不搬 繼續住在這裏 其實我都會 很開心 其實都很開心 但是 只不過 我也想 再住多大一點 其實這間房子 真的 沒什麼問題 這裡有靜 我們剛好 住進一個 角落 我們花園 又做得 算是挺好看 其實 所有的地方都很舒服 因為 所有的地方都是自己 喜歡的 很多東西 都可以做到 自己心目中 有心水 但是 都做不到 下去 那就 有這個分別 例如 廁所 可能 一些貴的 都是自己 喜歡的 風格 反而 新屋 未必可以做到 自己心目中 想要的風格 可以的 但之後 你要再花錢下去 例如 新屋 現在 很多人 都不會發覺 我們 看看 原來 屎塔是小一點的 原來 現在這個 正很多 坐下去 是可以感覺到的 YM 可能不覺得 因為它小顆 去哪裏 都是差不多 但我這個大份 坐現在這間屋的尺寸 都會感覺到 始終 小一點 貴的廁所 和便宜的廁所 你坐下去都會感覺到 是的 那 但是 都想說 我們這間屋 一定是沒有問題 無論是 治安 各樣東西 不是因為這間屋 而賣這間屋 都想說 都住得很開心 那 其實 可能如果 假如 Hailey樓上 她的房間 也有回到一大 是 我們都未必有 一個 衝動 去搬屋 不是 不會為了 想要一個大廚房 就搬 現在是說 香港廚房 我大了 Hailey的房間 又大了很多 又有車房 就是幾樣加起來 才有這個 衝勁去搬 否則 其實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繼續住 我都覺得是OK的 嗯 還有 經歷了這 一個禮拜 搬屋 真的很累 賣搬家 還有 剛才 臨尾這幾天 都要清潔 給下一手 可能 不是一百分 都不要 低分 最少都只有七八十分 做回 給別人 乾乾淨淨 這樣 我們希望 接下來這一家人 都可以 好像我們這樣 做得這麼開心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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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喜歡 分享 和訂閱 和留言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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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